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2021年的6月过来英国 我们有一儿一女 儿子十岁多 女儿八岁多 在移民过来英国之前 我自己是从来没来过英国的 最初就会有点像去旅行 以前在香港不用做的 有姐姐 没有姐姐 这一件事是已经有心理准备的 要经常煮食 打理家务等 我和我先生在香港 都是做管理层 其实是很稳定的一份工作 考虑到子女的教育 各样东西 我们就做了一个决定 来英国 Kent 这个区域 是全英国最多 grammar schools 比例差不多是 stay schools的三分一 都是 grammar schools 那我就会觉得在这里 是比较容易入到 grammar schools 而幸运地我的小朋友 今年9月都会入到 grammar schools 开始 我听不明白 你跟我说什么 但是之后 习惯了 就好些了 讲英文的时候 我没什么说英文 因为我想听听 我们这个地方 因为暂时都不是这么多香港人 所以她的班里面 基本上只有她们一个香港人 可能有一两个印度人 又会有非洲人 但是过来之后 是快就适应了 说的是一两个月 她已经很开心地上学 直接是放假都不想 觉得很想念学校 很想念同学 很想上学 她这里是很鼓励reading和writing 譬如 那个term 她有一个topic 要学 World War II 她每一科都会是关于World War II的东西 连音乐都会是World War II的音乐 然后 写作方面 她会叫你 假设你是一个World War II的时候的孤儿 你要写一封信 去 令到人去 收养你 你要怎么写呢 当中她就学了很多 writing的东西 几个月前 我先生开始 没有part time的工作 我呢 也都幸运地 都 今个月找到一份part time的工作 就在学校那里 是教一些pre school的小朋友 因为那间pre school 是在我子女那间小学的同一个校园 和放假 turn break 是完全一样的 那变了 未来 例如turn break 或者summer 我就可以很多时间 可以和小朋友一起去玩 去旅行 过来之后 多了很多family life 就是 which is 是很好的 很值得的 因为 小朋友的成长 过了去就是过了去的时间 你 没得回头了 所以 在他们成长的过程中 可以更加多的时间 陪他们一起去玩呢 这一样东西 以后想回头 都会很值得的 找到香港的人工 已经不重要了 我们过来之前 已经是预计了 我们需要去family life 是要找回香港的收入 但是呢 语言上 有没有障碍呢 是总有少少的 虽然说 我以前工作 我其实都常常要接触外国人 但是一去到 现在 即是真的住了 在一些生活化的 谈谈那里 我可以说 我其实不是100%的 这个是 一直都需要学习的 是 那我们当初 即是 这个选择 其实 我们是很清楚知道 我们人生中 有些什么是很重要 即是 我需要去守护 去追求 你前面会有很多问题 而 知道 可能要付出 会有些牺牲 即是 有取舍 但是 你会go for it 是 义无反顾的